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十六年來大旱 經濟部長王美花 卻是要人去挖井 什麼年代了還在鑽井取水 太荒謬了吧 對啊 這些都已經是 5G時代了 怎麼還有這個 思維太神奇了 這有點誇張 怎麼可能 聽眾聽了好傻眼 但台灣長期以來 超錯地下水 如果各大科學園區 真的早井取水 恐怕變成常態地層下線 這只是在旱災的時候 不得已的措施 那這個其實以前 也都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你這麼短的時間 要抽出這麼大的水量 萬一造成地盤下線 這個後果你承擔得起嗎 然後呢 它即使沒有大規模地盤下線 竹科那些精密的儀器 有沒有辦法承受 這些不均勻呈現 這個我沒有說它不對 只是建議他們 要把這些事情 都弄清楚以後 再來談這件事情 專家的擔心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地層下線 已經成了台灣難以抹滅的傷口 我們地層計畫線 就是叫做沉沒的土地危機 一般你不太會感受到 地層下線的影響 當你感受到 地層下線影響的時候 就是它已經呈現到一定的程度 2018年全台下線395平方公里 是2016年的3.7倍 2020年雲林地區顯著下線面積 就有103.8平方公里 最大下線速率 一年降了5.5公分 並且有以往內陸的跡象 這裡是土庫市區 你可以看到在我右手邊 是新蓋的房子 而左手邊是舊的房子 很明顯就有高地落差 因為超抽地下水 雲林線是全台地層下線 最嚴重的地方 在往沿海走景象更驚人 一樓平房的屋頂 就跟成人一樣高 現在最常變得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你看這個這樣沒了 我自己拿去 這剛才沒看到就漏了 這樣大人會覺得很不安心嗎 會不安心 地層下線 它就是一種慢性的一個癌症 平常我們天天這樣子在生活 你都沒有感覺 不過當你發現已經陷下去了 潘醫生已經救不回來了 這個房子 你要把它墊高 或者是 因為那個是整個大地域 大區域的 應該講說 就 再也升不起 一般你會 第一個會發現的時候 這個地方很容易淹水 它是最容易讓你感覺到淹水 然後你如果是在海邊的話呢 你會有 類似積水不退啊 海水倒灌啊等等 對 這是我第一間發現到的 泡在海水中的房子 已經都變成廢墟了 不過我第一眼其實看到真的很震撼 很驚訝 一張張照片將這一刻定格 泡在海水中的房子 訴說的是地層下陷的現況 嚴肅的環保議題 在勞工藝術家楊順發的創作中 給予了不同的新生命 以橢圓形照片中加入台灣水墨的概念 我不想讓觀賞我照片的人 看到是一種很血淋淋的 很悲慘的那種地層下陷的影像 我反而要讓他看到我很美的照片 我的照片是一個裹著糖衣的解藥 讓他進入到一個地層下陷的範境裡面 然後去體驗 體驗感受地層下陷的一個嚴重性 不要超抽地下室 大自然的板鋪立立在目 拍攝過程危機四伏 走了台灣將近三分之二的海岸線 楊順發從肉眼觀察 這個地區地層下陷最嚴重 開在整個六一快速道路上面 前進100公尺 左邊看有一間 你再往前個100公尺 右邊看也一間 所以它在嘉義東時 我感覺最嚴重的是在嘉義東時 那邊的影像泡到水中的電線感 建築物房子 處處可以看到 花了三年時間記錄 呈現國土流失的危機問題 觸動人心 而且唯美的作品 還曾在高美館和法國展出過 藝術家用影像說故事 希望喚醒大家對土地的喜思 我第一個用台灣水墨 背水淹沒的意思 你如果將它煉成台語 它會變成台灣水墨 其實這句話就是我想問我的觀賞者 我們的台灣美嗎 我們的台灣漂亮嗎 我們應該要如何去跟大自然 如何去保護這一塊台灣這一塊土地 科學園區或工業區裡面 可以在這樣的旱災期間 可以來著景使用等等 部長你確定要再著景嗎 為了解燃眉之急 不惜重蹈復撤 地層下線已經成了必須長年抗戰的國土危機 中天監督的力量在全台無所不在 但我們的影片要哪裡找呢 請打開手機 進入中天電視的YouTube頻道 在播放清單裡 尋找中天監督的力量 點進去之後呢 就會看到我們所有的影片 就可以收看我們所有的影片 也別忘了到我們粉絲團按讚訂閱喔 按讚喔